好 打球一定很辛苦吧 我这里 正好有松露巧克力 本来是想买 你最喜欢的手工特制的 可是负店都没有 但你可以尝尝这个 你一定会喜欢的 六年前的事情 我竟然还记得 这家店终于开了 太好了 就算嘉诚不喜欢吃甜食 也没关系 我现在可以买给自己吃 我去了 我生活 你是不是 看底下 小心 这一句了 乐乐 你 我将回 kepada你 你无声的荒芜 一夜孤独 谁来保护 怕你整夜醒着无助 你怎么知道新开了这家餐厅呢 我们第一次约会 你挑的地方呀 我是听朋友介绍的 我在杂志上看到过 一直很想来 没有机会 对了 我记得你之前说这个很好吃对吗 我记得你不爱吃天使 我还是不太喜欢 这是给你的 这个真的不太甜 要不要尝一个 好 很好吃 很好吃 好吃吗 好好吃啊在哪里买的 我告诉你 该不会是你自己做的吧 我哪有那本事 那 要是吃完了怎么办 吃完了 你还没有告诉我 这个电话号码的秘密呢 其实我早就告诉过你啊 因为我说过我是一栋新未来的 那我当然就会知道 五年之后你会用什么手机号码 不过你就当我是开玩笑的好了 我说过我是一栋新未来的 其实我当时 因要你来相信我说的这些无稽之谈 也真的挺好笑的 你知道吗 灵尿真的在你当年给我指的那个位置 见起来了 恭喜你啊 我在新闻上看到我也很高兴 世剑终于回来了 你是想说世剑终于回来了吗 你走了四年 今天能再见到你 我很开心 不好意思 这个电话我得接一下 喂 喂 嘉诚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和四年前不一样 也和我曾经第一次认识的他 不太一样 不好意思 就等了 公司是不是有重要的事情 没有 没有 只是清零二期的项目正在融资 那些杂七杂八的乱事情 我不想讨论这些了 你 我听说易总经常飞在伦敦 你跟他还好吧 我 我 对了 你回来国内以后 怎么没有直接去医毛上班 你一下子问了两个问题 我怕第一个问题会让我失望 我和易总就是朋友 他如果需要帮助的话 我一定会回公司帮他 但目前我也有我自己的安排和计划 你可以从事业上考虑 易茂不是应该比美达更有发展吗 那你呢 你为什么要一直留在易东 你没有想过自己要出来开事务所吗 好了 我们不说这些了 不了工作的事情 那要不要点一点吃的 我现在突然没胃口了 我们去加薪吧 你多久没去加薪了 自己走后 不知道为什么你坐在我面前 我感觉 加薪的味道就在我嘴边 走吧 可是加薪已经关门了 真不记得上一次来 是什么时候了 我最近到底在忙些什么呀 我们第一次约会 从餐厅出来后 一直散步聊天 走了很远很远的路 走了很远很远的路 走到两个人又饿了 加成就带我来加薪吃夜宵 加薪生意很好 半夜也有很多客人 可是现在 虽然我们还是来了 却是大门紧锁 我知道 想要真正地再重复一次 是不可能的 我不是当初的我了 加成也不是我第一次遇见的叶加成了 那个自信明朗的一百块先生 难道已经被改变了吗 你有没有喜欢上别人 家里那盆浅喜情 长得非常好 什么时候回来看看吧 你来找我 是有事情吧 你来找我 是有事情吧 不好意思啊 我可能来得不是时候 你问我想不想去看看 你家天台上的植物 我正好下班早 没事情 所以就 没有打账户过来 想碰碰运气 稍等我一下 会儿 po 坊 到底你怎么办 不得咱们 快点去你 披他 不得咱们 我还得 como 是 找什么 你们可能是很困难的 不得咱们 对了 家里连个喝的都没有 我先出去买点 你先进去吧 马上回来 我先进去吧 嘉诚现在明明可以搬到 更好的公寓里去住 但他却还留在这栋老房子里 刚刚他和易青东的谈话 让我很不安 难道嘉诚 真的要参与到他们 刚刚提到了姜依林吗 你都看到了 他们两个就一直住在那个书架上 我看到了林虎的奖杯 在林虎作品得奖以后 我就再也没有设计过 其他的设计作品了 他们长得真好啊 我经常想起他们 我还一直担心 你因为太忙 没时间照顾他们呢 是啊 他们现在仿佛在对我说 把他们照顾好 远比我正在做的事情 要重要得多 你现在 已经不参与做设计了吗 也参与啊 只是没有那么经常而已 公司设计部新进了 几个设计师挺让我放心的 所以 他们进来以后 我就不经常参与具体项目的讨论了 可是你更喜欢做设计啊 我太了解你了 只有设计出好的作品 你才会有自信心 你才会更有成就感 如果这是四年前 我应该会说出和你一样的话 可是我已经不是当年 成经院刚刚毕业的 那个新进设计师了 我现在背上背负着 很多其他的责任还有义务 那你的初心呢 你忘了你当初是 为什么要选择做建筑师吗 可不可以不要成为 易青东那样的人 我不希望看到你变成他那样 很想让 Parece 感谢观看